问题吧 这个第一位朋友他问了啊 说这个一刷牙牙银就出血 能不能用中草药止血牙膏来治疗这个牙银的问题 这个牙银出血 中药牙膏来治疗是没有刻切一句的 要到正规的这种口腔门诊来进行治疗 因为牙银出血的话呢 很多原因是由于这种牙食和周围的炎症所引起的 那么这个牙膏只是能起到暂时的止血作用 但是它并不能起到这个治疗炎症这个效果 还有网友问了 说45了 他想问问这个年纪还适合做牙齿矫正吗 另外呢 隐形牙套真的比传统的金属牙套要好吗 矫正效果更棒吗 随着症疾技术的这个发展吧 这个各个年龄段的都可以进行症疾治疗 那么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有很多 过去的是那种带着这种装子的这种固定脚子器来矫正 那么现在有好多种隐形矫正 各有各的利弊 那么就是看你自己要求 如果是这种很舒适的很美观的这种 那么可能就要采取隐形矫正 那么现在小孩做的这种固定脚子器还是挺多的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另外价格也不一样 但是最终都是能达到这种矫正的目的 那有网友说自己父亲快八十了 又有高血压糖尿病 那这种情况还能中牙吗 中牙一定是看它的全身状态 关键是看它这个骨头这个情况 骨量是不是够 另外身体比如说你是血糖 比较高要及时控制血糖 那么比如说你也是这种高血压 或者吃这种耗凝血这种药 比如撒这皮铃 耗凝血药一定要停掉来进行治疗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中牙这件事情不要看年龄 要看你的身体素质能不能接受中牙这件事 首先就是骨量 然后这是不是有三高 对对对 把这些都控制好了之后 是可以进行治疗的 那这个缺牙之后 咱们像这个口死牙不是也能用很多年吗 那它跟这个中牙来相比的话 差在哪了 如果缺一颗牙齿的时候呢 现在大家都是首选做种子牙 因为它不伤两边的牙齿 就是种完根之后 直接单独做个单罐就可以了 要是做这种固定桥 它需要把两边的牙都抹小 然后做成罐 是比如缺一颗牙 它就做三颗口死罐 那么种子的话呢 就是直接种一个这个种子体 上面就做一颗牙 两边的鳞牙它不受损伤 哪个好 要具体看患者的情况 如果两边鳞牙都是好的 一点没有坏 没有取坏 那么就建议做种子 如果两边的牙都已经做根管治疗了 或者已经是坏牙了 又可以用 那么就建议做这个固定桥 如果说就是拔牙之后 没做这个口死牙 也没有去种牙 就让它这么一直空着 这行不行呢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它就是咬喝功能 它会有损伤 比如说它阻觉功能 它咬不上 那么对整个的这种食物 这种咀嚼 非常的吸收 它会有影响 另外如果是中间的牙齿呢 它前后牙它会倒 上面的牙呢 会往下长 它伸藏 所以把这个间隙啊 它会添塞上 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呢 就是下牙 如果它长时间不相符 上牙就长到 有的牙罐 都可以咬到下牙的 这个牙床子上 所以这个牙拔出之后呢 半年左右 还是尽量找点香上 液磨牙 带来的伤害挺大 除了牙齿 过度磨好以外 还会对这个 液合关节造成损伤 哪类人 更容易被液磨牙 找上门呢 咬喝关系不好的人 胃肠功能紊乱的人 再有呢 就是精神压力过大的人 如何给液磨牙 按下暂停键 可以佩戴磨牙垫 如果想标本监制 可以到医院 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健康一身亲的 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可以在 抖音里边搜索 健康一身亲 跟我们来互动 好中医好中药 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 中药房 涂加过您播出的健康